二千年后,萧若元述往事,论当世,思来者, 和大家一起誓说太史公,史记。 秦政高魏弱,秦国是如何对付魏国? 我举安邑,塞女哥,我由安邑举兵, 阻塞女哥的地方,汉字太远卷, 汉字太远發兵,约了韩国,我下旨, 到南洋封企,包两州,又去 下旨,南洋,这些河南地方,封企, 河北,包围了州的地方, 城下水浮兴州,跟着就行水路, 因为魏国大部分地方在河南, 强脑在前, 然后用兵士, 用强弓, 炎哥在后,前面用弩兵, 后面用重兵器,缺營口, 然后去營口那里, 鑿开河,放水, 就是缺,魏无大梁, 魏国还有没有大梁, 大梁总能不能存在,大梁就是魏国的首都, 缺白马之口,去黄河那里缺了黄河的白马口, 一缺了白马口,魏无外王, 仔让,魏国 就没有了外王,仔让, 缺宿衰之口, 在宿衰,阻开黄河, 魏无虚邱敦, 他这里就说, 其实他由那条路前进, 插入魏国, 然后他就可以放黄河缺口, 来浸魏国, 那么哪里作开, 哪里地方就会被浸和被孤立, 陆弓, 则击河内, 如果用陆地攻击, 步兵攻击, 就打河内, 水攻就是灭大梁, 如果用水浸, 你大梁就站不住, 魏是以为现, 故事巡, 所以魏国也是怕了秦国, 第一段, 苏代劝燕超王的就是, 秦国是用什么手段, 要挟他附近的几个国家, 这个包括了, 汗, 魏, 和楚, 和接下来, 他是讲秦国怎样搞诈法, 秦欲攻安忆, 秦想打安忆, 恐齐救之, 他那一陣子想打安忆, 恐怕齐國就會救魏國, 則以宋位於齐, 就叫齐國這樣, 你去打宋國, 齐國覺得有好處, 講回以前的事情, 他講其實在數秦國那種狡猾法, 他自己打安忆, 就去疏擺齐國, 去打宋, 然後告訴齐國聽怎麼說, 宋王無盜, 宋王是很壞, 為木人, 以仗寡人, 挑個公仔, 像我的, 射其面, 用來射箭, 這個宋王, 寡人地絕兵遠, 不能攻也, 但是我距離宋國很遠, 我不能打他, 王九能破宋有之, 如果齊王你能夠滅了宋國, 講回早前發生的事情, 而能夠有了宋國這個地, 他其實是鼓勵齊國打宋國, 寡人如智得之, 你有了宋國, 我覺得和我有一樣, 我們兩兄弟沒有得分, 好了, 齊國真的這樣去打宋國, 他就打安忆, 他就打贏了安忆, 塞女郭, 齊國一達到他的戰略目標之後, 立刻反面, 因以破宋為齊罪, 說齊國去滅宋國, 是大罪, 加上六國, 加上其他幾國, 一起打齊國, 齊國, 秦國就是這樣的奸詐小人, 好了, 秦玉攻韓, 秦國又想打韓, 那怎麼辦呢, 恐天下救之, 又怕天下救韓國, 這次就不是了, 則以齊毀於天下, 就教唆天下各國去攻齊國, 若齊王四與寡人若, 齊王和我四次有外交協定, 四欺寡人, 四次都騙我的,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的三, 是曾經想勾結天下這麼多國家, 一起進攻寡人三次, 有齊無秦, 齊國和秦國是不能夠並立的, 有齊國就沒有秦國,有秦無齊, 我是一定打齊國的, 必佛之,必亡之, 鼓動, 先鼓動齊國打宋國, 然後就說齊國好打宋國, 就加上天下去打齊國, 他乘機後, 以得疑陽, 笑曲, 智蘭, 離石, 奪得了韓國他需要的地方之後, 因以破齊為天下罪, 他就反過來反轉豬肚就是屎, 說你們為什麼滅亡齊國, 秦欲攻齊中楚, 好了, 秦國的心那裡, 是想攻魏國和重兵去打楚國, 則以南洋位於楚, 他就不會這樣做, 他就叫楚國去打南洋, 南洋在河南地方, 他不是直接去打韓國, 因為想攻魏國, 因為後面有個楚國, 他怕楚國幫魏國, 所以就叫楚國去攻南洋, 寡人故與韓絕矣, 寡人已與韓國絕交, 殘坤陵, 塞馬厄, 這個, 如果你去進攻軍陵, 和萬邑的話, 是對楚國有利的, 夾攻南洋, 久利於楚, 如果這樣是對楚國有利的話, 寡人如智有之, 就好像秦國自己得到這個地方一樣, 又哄了楚國去打魏國, 魏氣與國而合於秦, 於是魏國呢, 就怕了, 因為被楚國打, 是不是, 而求救於秦國, 本來魏國和楚國很好, 因而塞馬厄為楚罪, 這次他又跟魏國去打楚國, 就說你做什麼進攻楚國的, 馬厄, 秦國, 有什麼困難的時候怎麼樣呢, 兵困於林宗, 在林宗那裡, 秦國的兵, 是失利的時候, 仲燕召, 他就決定交結燕國和召國, 以交東位於燕, 以濟西位於召, 叫燕國去攻郊東, 叫趙國去攻濟西, 於是燕國和召國的兵調走了, 以得講於魏, 於是他就救了他, 他和魏國可以講和, 本來被三個國家劫住, 那兩個國家調了兵去打齊國, 交東和濟西都在齊國, 指公子賢, 因西守屬行而攻趙, 一搞定了和魏國的泥趙, 好像美國那樣和越南脫身之後, 他就叫公子賢和西守兩個, 不停派兵屬行,前後相冠地派兵去攻打趙國, 兵商於朝石, 而欲霸於羊馬, 當他在朝石和羊馬, 打得不利的時候,而仲偽一定要搞定仲國, 則以葉、塞為之於魏, 不是,他那時候是和趙國打, 他知道趙國得到魏國的幫助, 於是就教唆魏國去打葉和塞, 於是和趙國講了和, 和趙國講了和, 立即打魏國, 魏不為割,魏國不肯割地給他, 則使太后帝讓侯為和, 是派太后的弟弟讓侯是一個很出名的人,有列傳的, 是魏厭, 派太后的弟弟讓侯跟他講和, 贏得欺求與武, 其實是不講信用的, 因為派個舅父去和人講和, 其實連媽媽和舅父都會滲滲, 結果就是, 適宴者若以交東, 去宴國那個就告訴他, 你去攻交東, 適趙者去趙國那個就叫他以仔西, 不如你攻仔西, 適宴者去魏國那個就以葉塞, 不如你去攻葉塞, 適宴者以若,以塞馬厄, 不如你派兵去塞馬厄,拿去南洋, 適齊者若以宋, 去齊國那個就教他打宋國, 以此必令緣如循環, 不停地利用這些六國, 教這個打那個,那個打那個,那個打那個, 用兵如刺飛, 他用兵, 好像輪子在轉一樣, 結果他一個贏了,教這個打那個,然後他就打這個, 又教第二個打這個,他又打那個, 武不能濟,他連媽媽都善了, 求不能藥,因為讓侯答應人,那些事情都做不到, 是奸險到這樣, 秦國是, 龍甲之賤,岸門之賤, 楓陵之賤,高湘之賤,趙莊之賤, 哇,這樣搞了這麼多年, 其實毅染那時候是打到, 開始打到各國頭領領, 秦之所殺三進之民,數百萬, 前後殺死, 殺一二百萬, 殺一二百萬, 很厲害, 令其生者, 金其生者, 今日, 還有命的人, 皆是死巡之孤也, 西河之外, 上落之地, 西河被吞, 上落被吞, 三村被吞, 秦國之禍, 三進所受的禍還, 以前舊的秦國不見了很多地方, 三進之伴, 被他吞了一半, 秦禍如此其大也, 秦國的禍還是這麼大的, 大得這麼厲害, 而燕召之秦者, 而燕召今日, 想結交秦國, 加以珍視秦帥其主, 知秦者, 不是, 這個知識我解釋了, 是燕召那些想和秦廣和的人, 都是用這個, 說要爭取秦國的友誼, 說來意圖說服你, 至於神之所以大患也, 這些人全部是害你的, 秦國是一個不可以深交的國家, 你不能夠信他, 秦朝皇你不能夠去秦國, 因為恐怕被他捉了, 燕召王不行, 所以燕召王真的不行, 他就是救了燕召王, 因為楚懷王去從秦, 果然被秦國捉了, 以前其實真的會這樣, 燕召服眾於燕, 所以燕召王覺得他, 就很好, 繼續很重視蘇代, 燕史若諸侯從親, 如蘇秦史, 燕國和其他國家就合起來, 就像蘇秦那時候一樣, 劃從劃筆, 合宗列, 他們再不互相供佛, 因為這個時候覺得秦國是很大的和患, 而天下由始終蘇士之重約, 暫時就令到秦國不能夠吞併到天下, 代曆加以受死, 蘇代蘇禮是沒有死於非命, 他是很老才死, 自然死亡, 明顯諸侯在諸侯裡面就很出名, 蘇秦三兄弟都是這樣, 太子公約, 蘇秦兄弟三人, 當然是游說諸侯而顯明, 蘇秦三兄弟都是游說諸侯出名, 奇述長於權變, 大家聽見我剛剛講的那些, 他那些稅人的方法之複雜, 以及反口腹複, 大家應該嘆為觀止, 他應該讀過博弈論, 這是很厲害的, 因此這樣而是這樣的, 反而覆去, 而蘇秦被反鑑以死, 結果蘇秦是被人, 其實不是反鑑以死, 蘇秦是被齊國貴族殺死, 天下共嘲之, 那些人嘲笑他, 蘇秦這麼厲害,陰謀詭計, 就是被人捕死, 偉學其術, 不是很想學蘇秦, 炎世源蘇秦多餘, 其實世間傳說蘇秦的事跡很多不同, 其實他都知道有很多事情不可靠, 意時事有累之者皆富之蘇秦, 是將所有遊說的事, 都合併了在蘇秦, 用一個代表性人物, 那當然好聽很多, 這個故事一個人做了, 是不是, 就是做了所有全其事, 就是有斬龍, 有斬龍, 有竹鳳, 有去斬鬼, 就是什麼都齊了, 落一個人身上, 扶蘇秦, 喜呂艷, 是平民起家, 連六國從親, 在六國裡面搞外交關係, 此其知, 有個人者, 他的聰明才智, 真的有超過人, 不顧列其行事, 所以我將他做的事列了出來, 刺其時序, 我是整理盡時序, 因為什麼都說蘇秦做的, 那究竟前後是怎麼樣呢, 是很難整理, 其實司馬遷都是很懷疑, 去到這裡, 我告訴你真相, 蘇秦時代最重要的事情, 就是齊國意圖稱, 意圖吞併天下, 結果是被其他各國搞定, 而蘇秦是有幫燕國暗算齊國的, 然後就抑制秦國, 調回到頭抑制秦國, 其實所做的事情就是這樣, 武令獨蒙惡星爺, 我希望將蘇秦的故事還原, 讓那些人全部不要罵蘇秦, 蘇秦還原他的本來面目,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過, 我看蘇秦的事的真相是怎麼樣, 因為, 後來, 因為這個, 戰國末年, 百家曾鳴的時候, 那些中橫家就要找一個人出來, 做icon人物, 就找了蘇秦和張義出來, 於是就把一些東西 編在他們身上, 做了蘇秦和張義的傳說出來, 但是, 大體現在的真相, 如果大家聽我這麼說, 就已經可以還原, 這個人是存在的, 不是不存在, 但是所做的事情, 主要是我所講的這些, 好, 這次到這裡為止, 蘇秦連轉第九月, 你做真的好誇張, 你做了什麼好誇張, 你做不了解決, 你做得來吧, 來吧, 谢谢观看